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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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出完整接種三劑高端疫苗證明 陳先生就是被外界戲稱 倒霉族的高端族群 因為要去日本玩 還得自費三千五百元做PCR 但陳先生當初選擇打高端 出國早飛 首要考量 因為我自己也會擔心說 國外的疫苗會有一些風險 所以我自己才選擇打高端 那你願意花錢買機票 那怎麼會去在意 還要去花那多少錢去做PCR 覺得是蠻卡托的 陳先生直言 當初怕嚴重副作用 所以選擇相對安全的 國產次蛋白疫苗 把疫苗廠牌跟出國與否做連結 似乎過度政治操作 因為連民眾都知道 疫苗可是戰略物資 你們為什麼要護航高端 要給高端急迫的EUA 疫苗是戰略物資 那國... 是戰略物資的院長 我請問能夠生產疫苗 今天政府還要持續採購高端嗎 你們要不要持續採購高端 大家能夠自己生產疫苗 要選市長的蔣灣 僅咬高端疫苗 沒獲得日本認可 但其實高端疫苗 沒獲得WHO緊急授權 除了台灣非成員國之外 也暗藏兩岸因素 對於高端族 還要多花錢PCR 陳時中專訪時特別致歉 但也強調打疫苗目的 是避免生病 並不是為了出國 他也認為很快很多國家 都不會再用打疫苗與否 或特定疫苗實施邊境管制 只是蔣灣硬扯護航高端說 讓陳時中不忍了 他有敢說高端是台灣之光嗎 蔣灣一直念念不忘 這樣的一個情形 能夠不要買到疫苗最好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日本國產新冠疫苗 還在臨床實驗階段 兩年前藍營大聲呼籲 台灣也要生產國產疫苗 只是兩年後面對選舉 高端意外中槍 成了選戰攻防焦點 三立新聞 許千 烂姆軍台報導 疫苗沒真的落地底台 任何口風都不敢搶先泄露 就怕途中有個萬一 更別說雙方還簽了契約協定 這個有商業合約在 那商業合約保密的期限到了 我們就會都把它公佈出來 指揮中心最多也只公佈過 疫苗價格平均每季台幣 七百六十五元 沒有其他細節 根據衛福部說法 AZ高端要求保密五年 Novavax保密七年 BNT保密十年 而莫德納則是不同意解密 保密的期限 是在合約的一部分裡面 那但是經過後來 我們去聯繫廠商 那廠商同意我們在國會裡面 是可以講這個 他的期限是多少 執行合約完畢 之後起算那個年限 起算時間從確定交完 最後一批貨才開始算 以高端為例 今年三月份完成 等於最快二零二七年解密 只是公佈各廠牌合約規範也沒用 因為藍營一直緊咬 封存三十年爭議 陳總當時一直狡辯說疫苗採購資料 是保存三十年 但是神機部就是直接證實 他就是保密封存三十年 要到民國一百四十年 沒有所謂的封存三十年的事情 三十年是文件保存 文件的部分必須要加封 然後傳遞過程必須要有封套 那不能隨便開啟 一再強調文件保存三十年 和各廠牌保密協定 完全是兩回事 無奈作戰需要的防疫物資 不斷扯上敏感政治議題 三立新聞 曾建勋 曾家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